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刀光 四溢如灑 灑一抹山河羽下 剑衣宁身称霸 把几番春秋冬夏 一碗碧碎一段穿下 穿下怎奈金戈铁马 游轮就成牵挂 牵挂醉满框沙 谁到此心暗处是无暇 我心暗处在你身旁 谁年千秋就寒且向我 热泪莫远西风凉 谁到相逢一算梦一场 披肩之锐终不忘 谁问道道将水举向何方 只收天涯共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做距马 一大堂 驾 爹 舅舅 老家 千枫 告诉姐姐 一定要把这桌子收好 千万 千万不能让它 才现实 姐姐 姐姐 当年锦丰的死保全了你和四十八寨 如今你连来人是什么身份都不知道 就贸然把人给放走 让整个四十八寨都陷入危险之中 十年前的事难道还要再经历一次吗 我今天打死你省心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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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没事 躲开 你不是在思过宅养病吗 你不是在思过宅养病吗 哪个小兔崽子惊动了你啊 哪个小兔崽子惊动了你啊 达到假的 骂也骂了 打也打了 打了 可否听我一言 爹 爹 阿飞 你不要说话 你不要说话 其实小辈所言 也并不无道理 我们四十八寨 向来信奉的是情理道义 断没有以怨报德的道理 对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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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 况且 阿飞和圣儿 都是大家看着长大的 连债门都没出过 向来也知道 与外人勾结 那是不可能的 是 是 对吧 没错 王老夫人所言极是 但话虽如此 阿飞以为贼人并没有恶意 只是他片面的看法 这宠山寨的贼人 还是要抓的 记住 不如听我一言 等抓住这山贼 你再亲自审问审问 是啊 对 是啊 是啊 是啊是啊 大人家的 咱们现在最关键的 是赶快商议如何抓住贼人啊 是啊 就是啊 姑姑 那先回屋吧 好 阿飞 我刀上压着的 是整个四十八寨 阿飞 圣儿 即将长大成人 咱们四十八寨 高人掩饰无数 难道 你非要如此自古 放得四十八寨平安吗 你这儿又何尝不是 是 坐监自伏 道宗主 我们的人未能税利潜入四十八寨 无妨 此行只是探探细末将的虚实 那小子混进去也好 周一堂应该快出山了 同志通天涯 可以动手了 是 是 还疼吗 死不了 这愁脾气 跟你娘一模一样 谁跟她一样 她打我都打出习惯来了 出言不虚啊 那可是你娘 爹 你知道当时前击朕有多危险吗 那人救了我们的命 难道我不应该救他吗 我救他有什么错 李盛私自擅闯前击朕 他都没有挨罚 他只打我 李盛是李家的长宋 就是坟头捡来的 谁叫你这么说话的 从小到大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圣儿从小就没了爹娘 你不该这么说的 我们三个人一起闯祸 从来礼生都是主谋 但最后背锅的都是我 我们一起练功 他也就偶尔赢了我一次 我娘都能把他夸上天 从来没有在我娘那里 得到过一句尚课 阿飞啊 以后啊 有什么事就跟爹说说 说出来就好吧 我 我嘴笨 我不想辩解什么 反正都过去了 每次委屈的时候 我只要想到我二舅 倒也没什么 爹 人家救了我和李盛的命 我救他 到底怎么了 有什么错呢 当然没错 那可是 可是什么 我 是 说什么 давай 好 好在没有伤到金国 让阿飞好好休息休息 我们出去吧 这次想想就很后怕 我跟阿飞 差点就蛇在洗磨浆了 你别再打下山的主意了好不好 你要是再下山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我帮你 哥哥哥哥 你跳吗 哥哥哥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你放心 山还是要下的 只是不会走洗磨浆了 我会参加秀山堂的校考 堂堂正正地 从大门下山 这是我上山之前下的最后一盘棋 竟然下出了一局 针笼局 此局劫中有劫 复杂无比 这一棋子下去 或生或死都极难推算 我一直固步自封 左右为难 我看你 倒像是坐锦自封 这些年 我是一直扶着自己啊 要是想出了下一步棋 该怎么走 你是会走还是会留 今日你能复杂 得了一切 你也拿下来 这一笔 你一定要在学了 这李大当家 现在能下这么狠心的手啊 难道是因为他放我走了 出来吧 水扫兴 我就知道你会来 你来干什么 这是什么 我随身携带的 专制外商 你都看到了 没有 我猜的 对了 我上次给你打听 这说话不方便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来 这边 进去 你来我们四十八寨是什么目的 我说清楚休想出去 哎呀 此地甚好 一时间 我还不想出去呢 哎 有吃的吗 行 行了 我随身带着喂狗的 这四十八寨 连狗都吃得这么好了啊 这四十八寨 哎 这四十八寨 连狗都吃得这么好了啊 你来四十八寨 到底是为了什么 哎 这能说的我们都说了 那你和我娘是有什么仇吗 那哪能啊 你娘当年闯荡江湖的时候 我还在玩泥巴呢 不过 你娘可能跟拓送信那个王林老头 有什么仇吧 王林是谁 甘堂公又是谁 没想到甘堂公的女儿 竟然能 如此地天真无险 搞我不为了 甘堂公是我爹 那王林又是你什么人 王将军 这值得吗 事情一定要走到这个地步吗 此行凶险 有去无回 自立坟中 无憾了 许位半个时间之后自行解开 那时候战时一起 摆脱您的事 不要忘了 只是希望您将这个令牌交到周一堂手里 让他来作证安平均 什么人也不是 我只是觉得他一个老人家挺可怜的 才答应替他抛腿的 你就觉得一个老人家挺可怜的 你 就费这么大计 冒死闯入四十八寨 不是老头可怜 是因为王林可怜 这位老头争容半生 也算是个 英雄 英雄陌路如山倒 岂不通哉 我既然除了腿脚利索点以外 没有其他本事 踢打跑趟腿也没有什么关系 像王林这样的英雄 婉景如此让人唏嘘 就像你这样的漂亮小姑娘 如果有一天芳华不在 苍眼白发 也一样让人心疼 先让我遭遇了 别累了 今儿我遭遇到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根本是我的 就是这样的 或是这么尝口 就像你这样的 有尝口 夫妇又在思过着什么 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告诉你 说说看 以后不管我做了什么 你都不要生气 我干吗要生气 好 好 你这样说 我就放心喽 你疯了 织云 你再让我抓到你 为何有刺客 不断涉险来行刺姑父 又有人不惜幸免 要将信交到姑父的手上 姑姑又为何 将寨中的大部分守卫 只守着 辜负一人 你听到了你姑姑说的话 都是因为我 才让阿飞要挨打的 其实我不想这样 好 胜儿 迟 有所短 寸 有所长 只是你没有找准 属于自己的位置 就像 姑父这样吗 听说肝叹宫一直在四十八寨 神剧简出 甚至很少出山 你让他下山 这可不用担忧 只是你这次去四十八寨 对 千万不要惊动 打当家李简龙 怀其才而不在其位 便是错 我离开我英才的位置 太久了 爹 阿飞 我来陪陪你 我来陪陪你 太太假的 这曲子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么多年了 我来陪陪你 我来陪陪你 我来陪你 该来的总归要来 躲是躲不掉的 姑父 这首曲子你听过 这首曲子叫安平曲 我太熟悉了 听闻安平曲 就仿佛见到了故人 这首曲子是当年 我在汪陵回侠 跟随其一事所作 李大当家 是 有劳您在此等候多时了 不急你的敌声快 这就是安平令了 国运昌龙 真是言不服事 也没保语我多消夜一会儿 你不是说 他在你在吗 晚辈千里而来 本就是为了见人送信 这小小的安平令 不过是个信物 如今信已送到 这东西不过是废田一块 再为了他拼命 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信已送到 你真以为会吹个小曲 就能保命了 该来的总会来 大当家心里 想必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否则 怎么连一只小曲 都不敢叫甘唐公来听呢 你真当我不会杀你吗 俊荣 你这小贼居然敢跟踪我 没规矩 扎回来 不敢当 后玄见过甘唐公 不敢当 这师徒之心 我早已经换了 在下不过是一个跑腿的 就是恩怨 你一概不知 只不过 甘唐公如果不愿意见我的话 大可不必出现 不是吗 倘若你吹的曲子 我根本就没有听见 那怎么办 那也没什么 听不见我笛声的 不是我要找之人 这四十八寨中林玉秀 风景倔强 就算无光而返 也不惜此行 不如今我只是一个闭目色听的废人 你还找我做什么 昆蓬浅滩之困 苍龙折脚之痛 我等何忌也听不明白 甘唐公不必跟下重与兵 这位公子 你很会说话吗 惭愧啊 惭愧 像晚辈这种货色 也就只剩下跑得快 和舌头肠这两种用处了 不然 王将军怎么会托付我来 不必跟他废话 来人 把这个小贼给我拿下 慢着 吉肉 阿妃 去 帮爹把这安平令给我摘下来 去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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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决定了是不是 我早就该知道的 像你这样的人 怎么会一辈子偏安逸遇 闭目色听呢 该你爹吧 靳茹 靳茹 这位蟹公子 你原名应该不姓谢吧 不知你故乡何处 生逢乱世 居无定所 泛泛之辈 是不是本名有何分别 故乡必是他乡 盛儿 这位蟹公子 是我的客人 替我好好照顾他 多谢甘叹公 沿途的接应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将军 但春徽镇是四十八寨的范围 我们不太好安排 明日便上四十八寨 迎接甘叹公 是 他跟你说什么了 还是说要把四十八寨传给我 我不是问你这个 那你要问什么 他真的要走吗 安平令不是你亲手交给他的吗 那要怎么样 那肯定就是 他同意下山的信物 既然收了 那就是要下山的 那是因为他脸皮薄 不好意思当面拒绝 只好先收下 推辞说要考虑考虑 他不会走 别告诉我娘啊 这酒怎么这么酸呢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怎么觉得啊 这酒甜得很 还有那个 蟹什么什么的 他说四十八寨连狗都吃得很好 你说的那位蟹公子 在西末江上救过你一命 你就算是违抗你母亲的命令 也要救他 你有恩必还 是非分明 爹很是喜欢 爹 你要是真的走 你干脆把我一起带走好不好 每次我娘打我打得凶的时候 我还指望着你来救我呢 你娘什么时候下过重手啊 你娘已经手下留情了 你娘的身边 说你一定是这样 我都能带走 你把我给你救过 你娘的身边 你怎么能带走 你自己的身边 你自己的身边 你怎么看 这小贼 我本想做个逍遥自在 无牵无挂的江湖散人 没想到偶尔好心 帮王陵将军送个信 还是伤了一个人的心 小姑娘总是要长大的嘛 倒是怪了 我这个过客的 竟有些舍不得走 但甘唐宫 似乎走得很干脆啊 聚散终有时 兴亡本无常 看来你还没有看破案 公子不但见多识广 轻功好 而且众诺轻生 敢问师臣何处 我还有差事在身 就此别过来 此去南边天高露远 您多加保重 您能处理你 等待你十几年 终于等到了 欠我的这顿酒钱 还算不算了 我借你听小曲的钱 你也没还 我可还记着呢 我 爹 不要下伤好不好 爹要做的事情 很重要 比我娘还重要吗 比我也重要吗 拦下 诺 拦 周姑娘 我是个粗人 下手没情没重 便难为我 让开 爹 爹 带我一起走 我来保护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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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妃 听手吧 爹曾经跟你讲过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今天 爹只想跟你讲讲 什么是取 什么是舍 取舍不取决于你 认可什么 不认可什么 因为他本就是强者之道 或是文成 或是武救 否则你就如同牢蚁 一生只能身不由己 随波逐流 还谈什么取舍 岂不令人一笑大方 你说想要保护爹 可是你根本连这山门都迈不出一步 是留下还是跟爹走 游得了你吗 好好长大吧 山水有相符 山水不朽 只看你何时能够自由来去了 阿妃 爹走了 爹 保重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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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说得对 我不该救你 滚 我娘说得对 鱼 没想到是你亲自来的 这还没出四十八寨的地界 敢动手吗 十多年不见哪 我与四十八寨的恩怨太深了 此凡甘堂宫下山 我佟天阳怎能不亲自来营 那你要问问我手里这柄刀 答不答应 拿换 南加尔 你只有两岩 原创 南加尔 南加尔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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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锦荣 我们后会有期 战场上见 星河随水流聚散 随随信念坠落穿 此生既有了这千帆 我曾好独自安然 还没带你纵横情伤 还没将你的发心弯 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 还没纠缠 欠你那把刀还没还 回回江湖与你魂气不曾怕 等我替你踏遍天涯 巍巍江山为你缘把热血洒 管它又是谁的天下 既寒吃雪飘到哪里才是家 不如让我把你融化 当春烟烟无心却化作 前世的铠甲 生爱无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